大家好,我是阿范,今天来到了一个照相馆 这是阿范的照相馆,大家看一下 在网上预定了一个摄影师,下了一个单 他今天去学校帮我们学校拍一个照片 然后这边摄影师的一个费用很高 就是把它租一天的话,需要支付300块钱人民币左右 看看他的这个相机是这个EOS80D 十年前的这个标配 哥们这个胡子确实比较有个性 不愧是干摄影的,这气质这一块妥妥的 大哥拍照不知道拍的咋地 但是专业程度这一块他肯定是专业的 这件事装的确实比较的溜 拍的好都好,不重要,装备一定要重要 逼格还是挺高 这是他拍的一些作品,兄弟们看一下 这是他自己在这个夕阳落日迂回下 非常的这个帅 看看他今天去学校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来 反正300块钱一天我是花的重金的 兄弟们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兄弟们我把这个摄影师带上车了 看他这个穿着打扮,别说还挺有那个艺术家的这个气质 哈喽,这个是阿富安的这个艺术大师 摄影师,来啦兄弟们 今天让摄影师来到学校了 我们去那边拍个照 给这个获奖的这个学生拍个照 顺便纪念一下 因为这个学校从来都没有 就是考试拿第一的人从来没有得过奖 然后他们也没有一个纪念的一个照片 所以今天我花重金从这个喀布尔把一个非常厉害的摄影师给重金挖过来了 让他今天给我们拍一个照片 这个是今年得奖的一些学生是吧 对 一二三等奖啊 这个是属于学校的第一张照片啊 现在是获奖的这个学生 让这个摄影师调整他们排队啊 摄影师挺专业啊 艺术大师 这个队伍排得非常好啊 不愧是专业的啊 大家记得微笑啊保持微笑 对要笑起来要开心一点 然后再给这个老师们 我们也跟他们学生们合个影 我们这个学校到目前为止啊 我跟老师从来没有一张合影啊 所以说今天要给他们来一张合影 那我们现在跟老师来合影吧 要不要不站吧 这这一排学生站起来 我们就蹲到这里 我们就蹲到这里怎么样 所以中国所有的照片没有一个老师 弄个凳子啊 弄个凳子啊 哈哈哈 来站好站好站好入位入位 老师们请请进 学校老师也来拍个照合影一下啊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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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请啊 来来来来来 笑起来啊 那我也拍一个啊 我也拍一个 这个站全部来齐了啊 好的 OK 慢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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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洗出来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是哪个 最大的那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有人全部 最后一张照片的话洗出来最大的 然后放到那个栏目里 行那我们明天就明天几点钟取照片 九点 九点啊好的好的 你要愿意的话帮我多拍几个小孩 我们把他照片也放到里面多多多放几张也行 他说我可以拍 朋友们我现在又回到了学校了啊 看看昨天晚上订的 这个是太阳能 一会儿的话师傅会过来安装啊 三块太阳能板的话足够支撑啊 这个学校所有的一个用电 学生上课主要是白天 所以说他们教室里面是不需要用电的 这个电脑的话能够维持这个办公室的 所有这个监控还有这个电脑打印机 煮开水喝茶这些都足够了 我们再去看一下 今天早上是那个桌椅板的都到了是吧 昨天都到了 昨天晚上到的是吧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教室里面 之前我们有两个教室没有买那个桌椅板的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乒乓球桌上 还有在那个地毯上学习 现在去看一下新的教室 新的桌椅板凳啊 大家看一下 你们想学生们在这个上课还适应吗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个新的桌椅板凳喜欢吧 哇 它这有个板子 你跟学生说一下 书包是放在那个底下板子的 走我们去看第二个教室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学生来上课了啊 从上面去看一下 看一下另一间教室那个桌椅板凳到了没 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看一下啊 这边教室从今以后也有这个桌椅板凳了 所以我们看看后面那个穿毛衣的小女孩就是 前几天我去她家了 这个教室也有那个桌椅板凳了 正常上课了 走吧 那我们现在下去吧 这边现在是下课了啊 回家了 朋友们看看后面啊 钱已经给你们跟好了 现在下午回到学校了啊 我跟着这个正校长 我们去房间看一下 这个监控已经 完成了啊 完成了 兄弟们看看啊 在这个电视上 现在可以看到学校四周 每个角落的一些监控啊 录像 360度的那个监控 这个监控的话 我们就已经全部做好了 在这里的话 能看到360度学校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话晚上你不用担心这个小偷 包括白天的话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周边的一些安全情况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桌子 桌子这边现在有这个笔记本电脑啊 然后还有这个打印机 所有的啊 一切的硬件 全部给他们买好了 这边柜里面啊 放了非常多的这个资料 然后包括这个文件啊 大家看一下 该有的我们都有 该买的我们也全部都买了 你看桌子上面多气派多维风 咱们再带你们去看看 今天早上装的那个太阳能啊 花的就是这些东西花的我一万多块钱吧 然后给他们又装上了 到这个外面再看一下 就是早上的时候也给大家看了那个桌椅板的 全部都买好了 没有一个叫是缺胳膊扫腿啊 然后再到这个地方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个大哥 现在在给我们装那个电表嘛 就是把那个太阳能的那个电 转到那个电池里面是吧 然后发电啊 兄弟们看一下这个电池 这个电池 我是买的是商场里面最好最贵的啊 兄弟们就这个电池 比普通的那个电池要贵 花了不少钱 也花了我们不少心血兄弟们 走吧 那我们现在去上面看一下那个 新光的太阳能啊 在这个上面 好的 兄弟们 这个是我们装的太阳能板啊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太阳发电啊 每天的话 发出来的这个电源呢 足够这个学校使用 然后那边那个教室 大家看一下 那个是图书馆 放了一个乒乓球桌 还有娱乐的地方 没变 然后那边是放映的啊 就是给学生们看看那个电视的 这边两个教室 底下都买了桌椅板凳 这边的话 大家都看一下这底下 透明拿那个石头给它架好 固定住啊 今天我们这个太阳能板呢 就全部装好了 刚才通了一会儿电 确保没有问题 然后现在这个师傅他去城里面了 今天晚上的话 这边还是依然没有电的 但是在明天的话 我们这边就是正式的全部通电了 学校以后就不用担心啊 没有电 就是这个东西 他每天发的这个电的话 我估计有个至少有个十几度吧 像平时办公室里面老师喝个茶 或者说放个电视看个监控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啊 今天来学校拍这个视频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昨天我们买的这些设备啊 对吧 全部都已经装好了 该有的他都有了 这边我们是在那个天台上啊 就是也可以看到这后面的这个院子 这个院子我们拿水灌溉了一下 这马上就可以种菜了啊 没到三五天 这个地方计划种什么蔬菜 不知道 随便种吧 兄弟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你们也可以私信留言啊 你看这么多能种很多蔬菜 现在我们下楼了啊 趁着太阳还没下山 就往这下面走了 然后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拍到这里啊 兄弟们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啊 大家好我在阿富汗啊 很多网友经常在视频里面看到 我给这个阿富汗的人送那个肉 对吧 那为什么每次送肉呢 其实这个阿富汗的肉啊非常便宜 现在我就来到了阿富汗当地的一个 卖肉的一个市场 给大家了解一下 这边的羊肉牛肉还有这个鸡啊 到底是多少钱一斤 兄弟们跟着镜头来了解一下啊 这个是牛蹄是吧 牛蹄多少钱一公斤 这个五百五百五百一个是吧 这个二百五 这个四百 价格价格老老板已经告诉我了啊 这个是五百卖大概三十五块钱 然后这个呢是四百大概折合人民币的话 三十不到啊 然后这个是三百折合人民币的话二十块钱 就出头啊大概就是二十 然后这个是三十 然后那个是二十多 这边牛蹄的话很便宜啊 然后问一下他这个牛肉 这是牛腿肉啊 牛的那个腿肉牛牛肉的话多少钱一公斤 这个老板说他的这个牛肉是五百五百阿尼一公斤 那就是二百五十二百五十一斤啊 二百五十的话和人民币的话 也就是十七块钱十八块钱左右啊 很便宜 比国内的话应该便宜三倍左右 再去看看这个羊肉的价格 兄弟们来到一家羊肉店啊 这是羊肉三兄弟啊 我问问一下老板啊 你的羊肉多少钱一公斤啊 五百啊 五百一公斤的羊肉啊 兄弟们闻所未闻啊 这羊肉跟那个牛肉是一个价格 十七啊十八块钱左右啊 人民币啊一斤 一公斤的话也就是三十不到啊 阿范的这个牛羊肉特别便宜啊 就是我去了不少国家了 比这个伊朗啊 比这个什么巴基斯坦都要便宜啊 阿范这边的肉啊确实便宜啊 然后看这里啊 这是卖那个安蠢 你好你好 这地方是卖那个安蠢的啊 然后还有那个鸡 这个鸡多少钱一公斤 问一下这老板 这老板挺热情的 还会说个你好啊 啊鸡肉的话是多少钱一公斤 他问了一下 三百五 三百五是吧 三百五的话是二十出头啊 牛羊肉的价格在这个阿富汗是十七八块钱 然后这个鸡肉的话就是十一十二块钱左右 这还有个安蠢啊 安蠢的话跟这个鸡肉的价格是一样 吃的人比较少啊 现在来这个肉店呢也准备买两条腿啊 你看这个腿的话一个大一个小啊 这个大的话买给买给那个什么擦鞋男孩家啊 阿哈卖的他家人多 然后这个呢送给那个什么红衣女孩啊 他家人少就六个人 这个一条腿应该够了 这个还有半边身子啊 对 装起来 多少公斤多少公斤 多少公斤 四公斤 啊 四公斤 四公斤是吧 两千啊 两千啊 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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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四公斤的羊肉啊 一百多块钱买了八斤啊 还是比较划算 我们今天买了两个羊腿啊 送给这个擦鞋男孩 这今天给你买的肉啊 给你妹妹吃啊 好的 来给你一百打车回家啊 好的好的 今天买了个羊腿送给他们家 来 小弟弟 红衣女孩吧 是不是 红衣女孩 对 给你们送个羊腿 然后我们就走了 好吧 今天摆摊回来了 这要他一家人吃这个羊腿 应该是够了啊 好的 很多网友一直想看看他们姐妹啊 所以我们今天又回来了 给他们姐妹送个那个羊腿啊 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看看那个擦鞋小妹妹 这个红衣 红衣女孩家啊 就是上次哭的那个小姑娘 今天又给她送了一条羊腿啊 我们走了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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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